微波摇炉烧小物 带你来欣赏陈忠汉师生联展 微波摇炉烧小物 陈忠汉师生玻璃联展 即日起至2月6日在高雄福华名品B1F享生活举办 参与展览人数达25位 展出作品全以微波摇烧制创作为主 其身份有教师 艺术创作者 手作文创者 退休人士与家庭主妇等 以不同复合媒材融入设计 展现出个人品味与风格 这次的展览最主要是用微波摇来设置玻璃 我们在前面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微波摇造成相关方面的作品 但是这件作品对我来讲的话有相当大的含义 因为我在去年刚有开课玻璃品的课程 在玻璃品里面它专门是一个再生 在这个主题里面我就是在讲求一个永续再生的一个理念 这棵树是我们的生命之树 所有上面这些题材的部分 全部都是利用玻璃品跟晾材料理 全部都是环保素材来做一个运用 结合了很多的那个废气物 再利用一个工划我们再把它融入下去 所以我们把废气物再把它再生之后 把它当作做很多的那个灯灶 让我们的民众来感受到 环保废气物竟然有这么多再生的功能 我最主要是在强调在整个环保一个理念的素材 除了微波摇炉烧制的作品外 陈忠翰老师特别运用废气玻璃瓶制作各式灯罩 强调将废气物再生与环保永续的理念 十方新闻黄慧如黄凯节高雄采访报道